以前我有蟑螂杀人嘛 男人拿着十八厘米的管子 直接给美女拦了个身后 接着 大刀拿出自己的粉色小书包 递给了男人 男人十分的害怕 美女也紧张到了嗓子眼 甚至旁边的小帅 都闭上了肛门 因为里面装着的 是这几万年前的可怕生物 蟑螂小强 最后 男人把小强慢慢的对准管子 咚的丢了进去 好家事 那小强直接顺着管子 进到了美女胃里 害怕的 赶紧点的关注 从你狗头保护 为了防止小强爬出来 大刀死死的捂住美女的嘴 直到一年后 才放开她 换人走后 美女跪在地上 一直甘愿 嗷嗷吐 终于把小强给远了出来 此时的小强 就跟没事人一样 本以为没事了 结果没想到 大刀又拿出一根针管 里面装的全是小猪猪 他命令男人 打进小美的耳朵里 如果不大 我点也不适合 没办法 男人只好 结果针管 朝着小美的耳朵顶去 全部射了进去 太可怜了 不让美女受罪 男人只好用刀子 活生生的送走了她 看到这里 你们肯定觉得 大刀太坏了 其实并不是 看完整部解说后 你会发现 大刀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原来 就在二十年前 大刀还是一个乖宝宝 性格十分内向 而小美 经常带着几人欺负大刀 强暴大刀吃各种小零食 往耳朵里放蜘蛛 也是他们的馊主意 甚至他们还拿出铁钉 把大刀的手 给钉在了地上 然后再拿出蛆蛆 全倒在了她的脸上 可恶心了 但是尽管这样 他们还是没放过大刀 只见他们把大刀 带到一个别野前 让他进去 大刀跟孩子一样 偏话地走进了别野 其他人见状赶紧逃跑 因为这间别野里 住着一个超级变态的老头 就这样 大刀在老头的折磨下 在猪圈里 靠着吃死喝尿 活了下来 长大后的大刀 把所有的仇恨 都记在了小美几人头上 所以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他把几人全部由铁链绑住 准备用同样的手法 将几人活活折磨死 在别人眼里 这是一只蟑螂 而在男人眼里 这是逃出去的关键 这些男人踩死蟑螂 却揉身体里的刀线 对着绳子就赶了起来 眼瞅着就要成功 大刀突然冒出 难道是被发现了 小帅心虚地站了起来 趁着大刀分心之际 短地一下 逃离了这里 可没想到 外面还有一道钢门 没办法 小帅只要短地一下 来到了头顶的下水道里 长生从这里爬出去 可疑管道老话太严重 承受不了小帅的重量 狼的一下又板了下来 等他再次醒来时 绳子已经换成了 两米粗的铁链 完了 这下估计是废了 果然没过多久 大刀拿着铁锤 生气地来到了这里 秀逼这次居然敢讨破 看我脑不死你 这些男人拿起铁锤 直接给他敲晕了过去 接着 又结果大刀给的杨丁 把小帅的二臂 给定在了墙上 这一下 就不怕小帅再跑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帅居然是个狠人 直接强忍着疼痛 硬生生地把二臂 从墙里拔了下来 此刻的画面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牛逼 其实还有一人 比小帅还惨 就因为睡觉打呼噜 直接把嘴给缝了起来 被折磨得已经没了人样 现在 仅仅再不商量出去的办法 那等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小帅喊来大壮 他想尝试用真情感悟大壮 可他不知道 大壮已经对他们恨之入骨 就算吃了他们 都觉得不解恨 直接拿着小电棒 给小帅垫晕了过去 这天 大壮在监控里看到 小帅和胡子男吵了起来 甚至还被捅了一刀 大壮十分生气 拿着消防水管 就来到了这里 他以为小帅晕了过去 于是尝试用水撕醒他 可整整吃了半个小时 也没发现一点东西 就当大壮以为小帅去球时 意外发生了 小帅咚的一下 抱住了大壮的腿 和他打在了一起 胡子男见状 急忙扑上去帮忙 可因为大壮力气比较大 凶松就把几人 给干倒在了地上 这一下 胡子男要玩犊子了 你见会用蛆杀人吗 直接用大壮用刀子 拿开男人的双眼皮 拿出一个蛆去 放在了他的眼里 好好夹持 那蛆蛆顺的伤口 咚的钻了进去 这把胡子男疼得娃娃哭 大壮走后 小帅急忙用刀子 解开手铐 来到了胡子男面前 如果再不及时挖出虫子 那么虫子马上 就会钻到低脑里 吃掉胡子男的脑子 没有办法 小帅只能一狠心 把胡子男眼睛挖了出来 没等三人商量好 逃跑的方法 大壮又赶了过来 好家事 这把三人都快吓崩溃了 胡子男想要夺刀 保护自己 可两人争承时 一个不小心 刀子插进了胡子男的嘴里 这一下 胡子男彻底的安全了 不用担心被虐待了 看到小帅杀了胡子男 小美夺走刀子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时 大壮突然冒出 时时搂住小美的骨骼袋 小帅见状 又开始给大壮 讲起了大道理 可没想到的是 不只是导演的安排 还是真的感动了大壮 他果然放下了刀子 趁着大壮分神之际 小帅短的一下 瞬间染红了白大罐 又短的一下 扎进了小美的腰子上 导致小美不幸定的喝饭 小帅趁机会逃走 可大壮怎么可能放过他 直接大壮一把拽住小帅 短的一下 就给他举了起来 然后一个寸巾 给他揉了出去 在绝对力量面前 小帅显得那么无助 被大壮一顿收拾 严重的小帅就要去求 关键时刻 他拿起棍子 一个哈斯K 给大壮干晕了过去 然后拿着垃圾桶 对着大壮的低脑 一顿爆锤 捶了大约几百下后 小帅这才狼狈的逃出了别野 故事到这里 也赶然而至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不要欺负老实人 不然真的生气起来 后果也是无法想象的 关注琪琪 带你走进电人上